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 我是菲英 又一個多月不見 最近終於退伍了 屋長 那在休息了幾天後 我還是決定要來登記一下頻道 那這次是影軍中同胞的要求 來交講關於軍中的一些事情 這次的影片 比較不會像是以往的影片一樣 有那麼多的知識 比較像是我的個人經驗分享啦 所以等一下大概會分成過程 還要總結兩塊來做分享 希望對還沒當兵的人 能夠有所幫助 事不宜遲 馬上就開始我們今天的分享吧 我是在2020年的9月8號進去的 今年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的人故 所以大專兵大部分 都是在12月到2月才可以進去 我可以那麼早進去算是蠻幸運的 我也不像大部分一樣 是接到兵單才進去的 我是區公所直接打電話 通知我進去的 那時我還在台北北投打工換宿 那9月3號我就接到區公所電話來說 請問一下請問是微號嗎 是 那請問9月8號可以進去嗎 我說哇好趕啊 但 都打電話過來 但是可以早點進去 早點進去嘛 快點把欠國價還一還 所以我就只能跟打工換宿的老闆 say sorry啦 畢竟兵役優先嘛 那也很感謝老闆就這樣讓我 可以直接回來 也沒有叫我之後還要再回去補那六天 因為我只要打工換宿8天就走了 那至於關於打工換宿的詳細情節 我們以後會專門做一起為大家講解的 那我在9月6號的深夜回到台南 準備個一天就直接去報到囉 當天早上7點45分我就準時到區公所 那等待著前往營區遊覽車 那在遊覽車來之前 區公所人員都會向你寫一些資料 大部分的資料都是跟你的戶籍還有防疫相關的 畢竟疫情目前還沒解除 這個操作我個人也是蠻沒有必要的 所以就跟著他們的要求做就好了喔 講簡單點不要那麼多廢話 就跟著他們要求的做就對了 那到均勻的第一週 基本上就是在理裝備還有填寫各種資料表 沒有什麼體能活動需要進行 只是第一週是沒有休假的 代表你要等兩週才可以回家 另外因為對環境不熟悉還有不習慣生活 我一下就感冒了 我還記得我們那時候整個中隊150人嗎 大概有90幾個是感冒的 中獎率拿到60 可惜這不是在前額頭 不然我就聽家當男都跟他買啦 好啦 反正第一週就是在教大家一些 內部的要求和填各種資料 像是棉被要怎麼折才會變成豆腐糕的樣子 那個直角 那櫃子裡面的東西要怎麼擺才會好 因為他櫃子裡面要怎麼擺東西都是有硬性要求的 那這些都會在第一週就跟你進行教學 那關於這個非常推薦大家去看新兵日記 基本上就跟裡面講的差不多啦 那第二週會開始教建設會用的東西 建設就是拿來建設說 欸你可不可以成為一個合格的步槍兵 那就算你沒過你還是一樣要繼續操課 所以有沒有過度沒差 但還是希望大家可以過 不然會不會被笑三個月啊 所以在這一個月裡面就會教你們打把 要怎麼打才會準 沾孔準性目標物 那首流都要怎麼丟才會是圓的 就是教你一些野戰投資法 那刺槍樹要怎麼制才會帥 真的刺槍樹現在就怎樣帥這個用途 因為畢竟現在 隨著武器的發展 刺槍樹已經越來越不重用了 但是 軍隊要求你要練 教護官要求你要練 你就是乖乖練啊 不要那麼多廢話 就是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那些全部教完大概一個月左右 就會進行測驗 時間其實有點趕 但為了配合政府的要求 就只能這樣安排囉 以前是兩個月兩個月啊 但後來聽說是 避免大家下部隊的時間太少了 所以就變成一個月三個月 反正現在就是這樣安排 我們就這樣做吧 見測完會放一個捷訓假 捷訓假 會有兩天就是補你第一週沒放到的假日 那捷訓完你回來 就進入了第二階段 那二階段 就是大家俗稱的下部隊 有些人會移到其他單位 那因為我是在幹訓嘛 那幹訓完是直接原地下部隊 每個人都叫做步強兵 那過生活也跟一階段不會差很多 一樣是每天早上六天起床 每天按表操課 每天過著非常規律的生活 但接下來我要講講 跟一階段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雖然是二階段的課程 會比一階段輕鬆不少 而且它不像是一階段 你有健測的壓力 那時候 展觀就不會一直喊說 欸 要健測啊 給我好好練啊 比較不會出現這種狀況 那接下來是開放使用手機 這個太重要了 但現在這個社會啊 沒有手機真的很痛苦啊 那我們是每天晚餐後 只要洗澡澡 就可以使用手機到集合 只是這個有一個大前提喔 就是你的手機要有關MBM這個 民用手機管制軟體 反正就是在軍中的時候 你要關爹才可以使用手機 那我們中隊裡面 當然就有人沒有關這個軟體 然後還錄現實動態 重點重點 他還很智障的加了軍中的輔導長好友 直接抓個現行犯 整個中隊的福利 都因為他而受到了影響 所以 如果有人 進軍中 沒有打開MBM這個軟體的話 一定一定一定 要提醒他好不好 不要讓自己的權益 因為他而受到損害啊 那大概到第三個月 你就可以開始準備退伍啦 那這個時候 有沒有修軍訓課 就顯得相當的重要 高中的軍訓課 可以折抵五天 大學的軍訓課 每門課可以折抵兩天 那你最多大學可以修五門課 所以最後就可以折抵15天 啊 直接比別人少了半個月的兵 那我個人是折抵13天的 是我們中隊裡面最早出去的 那我只能說啦 踢到出去的感覺真的很棒 外面的空氣就是特別的情形啊 啊 自由的感覺真好 所以如果你有修軍訓課的 記得一定要回去找教官 申請你的折抵證明 不然就只能等著領全金獎 並且看著同梯的其他人 一個接著一個退伍囉 OK總體來講啊 說實話啊 我個人認為裡面課程沒有到很超 唯一比較考驗的體力 就是二階段的行軍而已 但也不會行軍太多次 大概有個四五次就很多了吧 大部分的課程會無聊到 讓你覺得在浪費時間 所以不要被老輩的人影響 以為當兵會把你操得要死要活 完全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國軍也不想再發生第二次的紅中秋事件了 相信你只要一般沒有問題的人 都可以撐過去啦 你最棒 那另外有許多人說當兵沒什麼意義 但我個人回顧這幾個月來 我只能說收穫還是蠻豐富啦 認識了許多人 了解了許多之前沒有接觸過的職業 當然也會遇到一些天兵啊 不時會去問一些蠢問題 或是做一些蠢事 取得長官生氣 什麼 因為他是媽的天兵 媽的天兵 腦袋打了鋼丁 但大部分的人 基本上都還是有一些 可以讓我學習的地方 真是所謂的三人行必由我實驗 就看你願不願意花時間去學習和理解而已 因為你只要你是男的 就有苦兵義的義務 這四個月有沒有意義 全部都在你的營業之間 你把它想得很痛苦 每天都算什麼時候退伍 也是四個月 那你把它拿來交朋友 也是四個月 你比較喜歡哪一個 就看你自己的心理來決定啦 那今天的當兵分享就到這邊 當然還有一些比較不開心的事 我就不分享 因為那個就是我們自己的客 像什麼口水啦 可能是在那邊從三樓吐口水 然後被長官抓下來 這種事情 這是我們軍隊 我們自己裡面的幹 大家比較不會遇到 所以我就不做分享了 反正 這次分享是可能大家都會遇到的狀況 那如果你希望我今天的分享 麻煩幫我影片點贊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有任何問題 或是你當兵曾經發生哪一些 讓你難忘的事 都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或是私訊我的粉絲專頁 也跟我進行討論 我是飛 我們下次見 掰掰